我觉得它的特别呢是它的这个归属 就是我在91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获得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学院大奖 当时的奖金是1000块钱 是很高的数字了 我当时就跟院长说 我能不能不要那个奖金 我想要这两把琴 所以刘先生带我去当中的那把湖的时候 他们都问我这把琴生意很好啊 我说是 它是我的老师带我去订做的 这把湖琴呢 它也是年龄很大了 它是在87年的时候 到今天应该是22年了 是父亲给我的 我第一次去维也大金字大厅演出 拉二拳音乐的时候 就用了这把琴 所以呢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琴 它好像很老了 但是呢 它不会受气候的影响 很多 在非常干燥的地方 它就发出非常苍劲的 这样的一种声音 到了潮湿的地方呢 它就很润很美的一种 深沉的声音 所以我很喜欢这把琴 这把琴声音乐的声音乐 就像这把琴声音乐的声音乐 就像这把琴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